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 生父在我两岁时就死了, 我记不得他的样子。 半年后,生母带着我改嫁了。 他说,儿子越小,改嫁越容易。 我一个女人怎么养活你呢? 只能带着你嫁人。 继父高大,脾气暴躁,爱喝酒。 喝醉后会打我。 生母劝我忍忍。 你不是亲生的, 他能收留你,给你口饭吃,就很好了。 哪个小孩不是被打大的? 我无处可去,无法反驳。 后来生母再度怀孕, 且在小诊所查出是个男孩。 继父变本加厉,不喝酒也会打我。 生母除了哭着给我擦药, 就是劝我忍。 等你长大就好了, 那会我总是做梦, 梦见自己一夜之间就长得跟继父一样高大。 我像无限的风筝一样高高飞起来。 继父再也打不到我, 生母的眼泪也不会沾湿我的翅膀。 那天我问他, 弟弟出生,会像我一样天天挨打吗? 如果是那样, 我希望他不要出声。 结果这话被继父听见了。 他揪住我的耳朵, 一边往外拽, 一边踢。 老子好吃好喝养着你这个野种, 你居然咒我儿子, 我要留着你以后不定做出什么来, 给老子滚。 我哭泣, 哀求, 挣扎。 妈妈也不住流泪恳求, 继父不为所动, 一脚将我踹进池塘里。 冬日的池水那么凉啊, 如利刃一样刺入我的鼻孔。 继父憎恶的嘴脸, 生母满脸的泪水, 在我眼前不断放大。 活着, 可真累啊, 或许死了会是解脱吧。 我模糊记得小时候生父总是会抱着我, 让我坐在他肩膀。 如果死了去了地下, 他还会让我骑大马吗? 他会让我吃饱饭, 会给我穿厚衣, 会抱我亲亲我, 说我是他的乖儿子吗? 意识即将沉默, 一个人影扎入水里。 是养父。 他将我从水里捞起, 听清其中纠葛后, 要带我走。 生母犹豫了一晚上。 第二天, 他杀了只鸡, 破天荒把两个鸡腿都夹给了我。 快吃吧! 鸡腿炖得不够烂, 咬得我牙齿都流血了。 但我顾不上那么多, 把骨头咬断, 里面的汤汁都瞬息干净。 生母摸着我瘦巴的脸, 泪如雨下, 别怪妈妈, 妈妈也要活下去。 叔叔一看就是个有钱人, 你去他们家会比在这好多了。 去了人家呢, 要乖要听话, 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继父举起巴掌朝我招呼, 你不是老子亲生的。 老子养你这几年没亏过你, 别跟死了全家一样, 就知道哭, 晦气, 冬日暖阳灿灿, 将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紧紧覆盖在我身上。 我在巨大的阴影里瑟瑟发抖, 唯恐又被打。 养父上前拉我到一旁, 紧紧捂住我耳朵, 别跟孩子说这些。 他干干净净来这世上, 没做错任何事。 他将我扶上高高的摩托车, 将唯一头盔扣在我头顶。 头盔太大了, 像是一座晃荡的山, 也像是一个巨大的怀抱。 摩托车秃秃发动, 带出一股黑烟。 生母追上来, 塞给我半包薄荷糖, 都给你吃, 都给你吃。 这糖平时它都会锁起来, 只有我挨打时, 才会拿一颗出来抚慰我。 别怪妈妈, 妈妈也舍不得你。 养父轰了油门, 迎面而来的静风, 吹散了生母的叮嘱和懊悔。 我抓了一把薄荷糖, 塞进嘴里。 好凉, 好苦。 小小的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一颗糖那么甜, 一把糖却那么苦? 养父把我带回家, 给我办了生日宴。 他拉着我的手, 说, 今天是你新生之日, 以后每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生日。 家里的亲戚都来了, 除了养母神色淡淡的, 其他个个都对我温声细语。 我穿着崭新的红棉袄, 拿着塑料刀, 面前摆着双层生日蛋糕, 浑身僵硬地对着黑乎乎的相机, 挤出一个生硬的笑。 我诚惶诚恐, 感觉自己在做一个美梦。 梦醒后, 我会发现自己面对的, 依然是继父的皮带和巴掌。 果然, 夜里我睡不着, 听见养母历生质问。 你以前跟那些女人勾勾搭搭, 也就算了, 现在连孩子都往家里带。 你把我往哪歌? 什么狗屁养子, 他是你私生子对不对? 月色暗淡, 我紧紧握着门眼。 抬眼看到对面的房间门开了, 姐姐周遥增悟的目光透过门缝, 死死定在我身上。 我小心翼翼关上门, 吓得不敢再去厕所。 结果, 尿床了。 天知道我醒来时有多绝望。 养母本就讨厌我, 我第一天就弄脏了又香又软的床单被褥, 她一定恨不得马上将我扫地出门。 凌晨五点, 我鬼鬼祟祟起床, 抱着床单去厕所。 把床单泡进大大的水桶里, 我光着脚踩进去。 踩了一小会, 身后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 你在干嘛? 我吓得一个机灵, 身体往后一仰, 一屁股摔在地上。 捅翻了, 水流了我一身。 养母朝我伸手, 我双手抱头, 瑟瑟发抖, 爸爸, 别打我别打我,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等了好一会, 一只冰凉的手将我从地上拽起来, 那个桶是用来洗拖把的。 啊? 可它比我在乡下挑水的桶还要干净。 既然你这么喜欢洗东西, 以后你那好爹的衣服就归你洗。 我很开心可以做点事证明自己价值, 可没想到很快就闯祸了。 我把养父的羊毛衫用热水泡了, 缩水了。 养母气坏了, 你知道这羊毛衫多少钱吗? 你那便宜爹才穿了两次, 就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好。 养父出来打圆场, 没事没事, 变小了也不浪费, 给小锦穿正好。 养母更生气了, 你就知道护着她。 她气得没烧晚饭, 养父死皮赖脸, 生拉硬拽, 晚上带着我们一起出去吃。 等候上菜的间隙, 她出去了一趟。 回来时, 手里提着袋子, 里面有一条很漂亮的紫色裙子。 她说, 遥遥说你前几天逛街, 舍不得买。 养母瞪她, 你疯了吗? 这裙子这么贵, 钱赚了就是花的, 老婆你穿着好看, 再贵也值得。 养母很无奈。 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限时点? 当晚回家时, 养父偷偷拽住我, 将藏在衣服里拳头那么大的糖递给我。 这是整个商场最大的糖, 快吃吧。 你阿姨成天拉着脸, 但她是个直老虎, 心地好着呢, 你别怕她。 养母可不像直老虎, 因为她发出了河东失控。 这堂八块钱一颗, 八块钱都可以买两斤肉了。 周明远, 你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还有那裙子, 是我两个月的工资, 钱在你口袋里烧你腿了是吗? 那会养父母总为了这样的事情吵架? 我当时不懂, 长大后才明白。 养父是个画家, 天性良善, 骨子里都是浪漫主义。 她兜里只有二十块, 却舍得将钱全部拿出, 给养母买一大数好看却无用的玫瑰。 哪天她灵感来了, 骑着摩托就去采风了。 她是帅气的流浪画家, 也有很多艺术上的知己, 生活的琐碎全部压在养母身上。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碰撞, 说不上谁对谁错, 养父不算好男人, 但绝对不坏, 是以养母又艳又爱, 终日暴躁, 连带着对我也没个效应。 那个大棒棒糖我后来给了姐姐, 她接过后一把摔在地上, 恨恨看我。 我才不要你的糖, 养父是个待不住的人, 这次因为我在家待了一个多月, 等办好我的入学手续, 在一个天气阴沉的傍晚, 她留下一封信, 骑着摩托又踏上了流浪之旅。 养母大怒, 将信丝的粉碎, 拽住我胳膊往外拉, 一把将我推出门。 滚滚滚, 她滚了你也滚, 还让我好好照顾你, 做梦。 初春的深夜微凉, 楼道里的灯坏了, 我抱着胳膊蹲在窗下发抖, 看着天边被乌云隆住的毛毛月, 这就是我的世界吧, 纵使有月, 也只是一点点模糊不清的微光, 也不知蹲了多久, 我都快睡着了, 房门之嘎一声打开, 养母居高临下, 冷漠中带着厌恶, 进来吧, 餐桌上放着一碗 冒着热气的鸡蛋面, 上面摆着我的专用筷子, 养母已经拍上了主卧的门, 我肚子饿得咕咕响, 小心翼翼吃完了那碗面, 养父每周会打两次电话回来, 问我过得怎么样, 是不是一切都好, 她会跟我讲自己旅途的见闻, 一朵颜色奇异的花, 一只格外聪明的土狗, 还有此生最绚烂的朝霞, 也会耐心听我分享日常小事, 结束时她总说, 小锦, 等叔叔采风回去, 给你带神秘大礼, 每每跟我说完, 电话交给养母后, 她总是语气不好, 以前她不在, 十天半个月, 也不见得打一个电话回来, 怎么, 我们母女加起来还没她重要, 养母带我一直冷冰冰, 姐姐对我也很敌视, 我们在一所学校, 每天都是一起上学, 我只敢远远跟着她, 她同学每次打去, 周瑶, 这是你弟弟, 她都拉着脸, 她不是我弟, 她是我爸捡的, 小孩子也是会察言观色的, 周瑶不喜欢我, 而我又是从乡下来的新孩子, 大家都在孤立我, 体育老师组织大家玩, 一对一对抗, 我总是被剩下来那个, 是有些难过, 但还能忍受, 如此几个月过去, 夏天到了, 早起我就发现养母脸色不好, 我低声询问, 她瞪了我一眼, 你巴不得我出事是吗? 我便不敢追问, 出了门, 我发现自己忘记带昨天的作业, 于是折回家拿, 结果发现养母晕倒在客厅中, 不管我怎么叫都没反应, 我脑子嗡嗡作响, 感觉四面八方的冷风都在往胸口灌, 我跌跌撞撞出门, 敲响邻居的门, 刘叔和婶子急吼吼开着皮卡送养母去医院, 我坚持要跟着, 恐惧向无数的触手紧紧缠住我, 我低声乌液,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一颗颗砸在养母的脸上, 也不知哭了多久, 耳边听到熟悉的冰冷声线, 哭丧呢? 我还没死, 养母醒了, 我的嘴唇不住颤抖, 两酒挖的一声, 嚎啕大哭, 养母皱着眉, 你吵死了, 刘沈在一旁低声道, 她不知多害怕, 你别再吓着孩子了, 姐姐放学后也赶来医院, 她红着眼指着我的鼻子骂, 都是你害的, 妈妈本来好好的, 你一来她就病了, 好在养母是缺铁性贫血, 输液后开了点药和食谱, 医生就让她出院了, 她还需要卧床休息, 舅妈每天中午做好一天的饭菜送过来, 都三天了, 养母脸色还是不好, 我急了, 在厨房用水果刀偷偷划破自己的手, 鲜红的血滴滴答答, 滚猪一样的落入舅妈送来的汤里, 也不知滴了多少, 我觉得有些头晕, 这时姐姐在身后大吼一声, 你干嘛往汤里滴血? 你的血有毒, 你想害死我妈妈是不是? 她跑过来用力一推, 我后脑勺砸在门把手上, 痛得脑子一片空白, 养母也被惊动, 她拿纸巾先缠住我的手指, 冷声问, 你这是干嘛? 我鼓起勇气仰视她, 颤声道, 舅妈说你是血少才会生病的, 我鞋很多, 我可以分点给你, 我眼泪汹涌滚落, 吃了我的血, 你能快点好起来吗? 养母嘴唇轻颤, 半天没说话, 我泪眼朦胧看向周瑶, 姐姐, 你不要讨厌我, 你放心, 我只分走你一点点的爱, 我伸出大拇指和食指, 比出一小节距离, 然后不断压缩再压缩, 最后只剩下薄薄的一层漏光的缝隙, 我朝周瑶讨好的笑了笑, 我就要这一点点, 可以吗? 没有被爱过, 糊糊涂涂也能活下去, 可一旦品尝过被爱的滋味, 就如上瘾一般, 无法割去, 周瑶将拳头捏紧, 整个脸红红的, 朝我吼, 你个蠢货, 喝血是不能补屑的, 骂完我, 她转身跑出厨房, 砰的一声, 把房门拍上了, 养母将我扶起来, 下了命令, 去沙发上坐着, 我去找药箱, 她进了主卧, 客厅的大门被敲响, 我去开门, 门口站着的两个人, 如兜头一条寒冰, 将我眼眶里的泪冻住, 是生母和继父, 与我的呆若目击不同, 他们十分激动, 用力挤进门内, 死死握住我的手, 二狗, 总算找到你了, 生母眼眶通红, 激动地摸着我的衣服和脸, 瞧瞧你, 脸色怎么这么差, 刚才哭过吗, 他们是不是对你不好, 妈妈还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 我的眼珠子在他们身上转了又转, 真奇怪, 此刻我的心怦怦乱跳, 不是久别重逢的欢喜, 却是不该相见的恐慌, 继父吸完最后一口烟, 将燃着的烟头随手丢在楼道里, 拽着我的胳膊往外拉, 别废话了, 走, 跟我们回去, 生母擦了眼泪, 满面欢喜, 家那边要修高速公路, 每个人口能分两万块呢, 你跟我们回去, 咱家就能多分两万块, 有了钱, 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 他们连拉带扯, 将我往外拖, 我把手死死扣在门檐上, 纸穴的纸团掉落, 鲜血鼓鼓往外冒, 沿着门框如蛇一般向下游走, 双拳难敌四首, 我的心如坠寒冰, 或许现在, 就是梦醒那一刻, 南瓜马车水晶鞋, 漂亮衣服温暖家, 终究是一场短暂的梦啊, 眼看着要被拽走, 主卧的门开了, 养母拿着药箱, 站在走廊白痴灯下, 冷眉冷眼看来, 万般恐惧, 此刻化为无尽委屈, 数不清的情绪翻涌至猴头, 我几乎下意识唤一声, 妈妈, 养母目光一凝, 快步上前, 迟到, 你们眼瞎吗, 她的手在流血, 没看到吗? 继父不以为然, 就破点蹄, 有什么要紧的, 生母从地上捡起脏污的纸团, 压在我手指上, 走吧, 咱们回家, 他们继续将我往外拽, 却在此时, 一只单薄却有力的手, 紧紧地扣住我的手腕, 是养母, 她弯了我一眼, 冷峻开口, 你们说不要就不要, 说带走就带走, 她是个人, 不是路边的野猫野狗, 而且当初你们可是收了钱的, 我一挣, 呆呆看向生母, 她心虚地躲避了我的视线, 继父沉下脸, 不就是两千块, 等我们拿到两万块的人口补贴, 把那两千块还给你就是, 姐姐也冲出来了, 她从背后死死拽住我, 小锦已经是我弟弟了, 你们谁也别想把她带走, 我回头看她, 眼泪忍不住滚落下来, 她凶我, 哭什么哭, 你个笨蛋倒是使劲啊, 双方拉扯争吵, 动静很大, 拉扯间, 养母头发散了, 大衣扣子都被拽掉了一颗, 邻居们都被惊动, 纷纷上前帮养母护住我, 养母得了空, 捋了一把自己砸乱的头发, 看向我的眼神很复杂, 你要不要跟他们走, 生母喘口气, 笑了笑, 她是我千辛万苦生的, 肯定会跟我走, 继父也一脸地志在必得, 我小心翼翼牵住养母的手, 我想留下来, 跟你和姐姐在一起, 周瑶激动地跳起来, 大声道, 听到没听到没, 她想跟我们一起, 你们赶紧从我家滚出去, 继父大怒, 她抬手来抽我耳光, 老子养你三四年, 几个月你就往光光了, 老子打死你这个白眼狼, 恐惧被捐刻在骨子里, 我钉在原地, 本能搬伸手护住自己的头, 关键时刻, 养母一把将我拉到身后, 那一巴掌, 结结实实抽在了她脸上, 她脸迅速肿了起来, 嘴角渗出了血子, 周瑶如炮弹一样冲出去, 狠狠撞在继父的肚子上, 你敢欺负我妈, 我打死你, 烈火一样的愤怒在我体内燃烧, 我生平第一次反抗继父, 重重一口咬在她胳膊上, 继父打了女人, 邻居们看不下去, 全都冲上来, 齐心协力将她扭住, 她咆哮着, 她是我儿子, 我打几下怎么了, 你们凭什么拦我, 养母捂着脸冷笑, 毫不畏惧, 你们收了两千块, 把她卖了, 买卖儿童是犯法的, 抓起来要判刑, 至少三五年, 留神眼珠子转了转, 赶紧附和, 对对对, 周瑶你别愣着, 赶紧报警, 继父神色惊疑不定, 我把自己孩子送人, 也犯法, 养母大声道, 收了钱就是买卖, 肯定犯法, 那会村里人对于警察和警局 有天生的畏惧, 没人愿意进局子, 姐姐已经往房间跑了, 养母一字一句质问, 我再问你们最后一次, 你们仔细看清楚, 小锦是你们孩子吗? 生母已经被唬住, 一边拽继父, 一边善善笑着, 认错了认错了, 我们认错了, 继父心有不甘, 但又惧怕警察, 便任由生母拽着走, 两人已经到了楼梯口, 生母又跑回来, 从兜里拿出 用报纸包着的一小把薄荷糖, 眼眶发红, 给你吃, 我摇摇头, 没接, 这糖太苦, 我不爱吃, 长大后我才明白, 幼年的我觉得薄荷糖好吃, 是因为吃了很多苦, 一点点的好, 便让我觉得很甜很甜, 可实际上, 我本不需要吃那些苦的, 看热闹的人散尽, 养母在洗手间照镜子, 他已经换掉了那件掉扣子的大衣, 用梳子一下一下将自己凌乱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拿着消肿的药膏, 轻轻抹在自己脸上, 他平日是个精致仔细的人, 哪怕出门买菜, 头发也打理得一丝不苟, 可为了我, 却弄得披头散发, 脸颊红肿, 我心头愧疚, 低声致歉, 对不起, 阿姨, 养母脸色沉沉, 讥讽道, 有事喊我妈, 没事就喊我阿姨, 你逗我完呢, 我急急解释, 我不是, 我是怕, 怕你不, 他扔下药膏, 静止走到我面前, 凶巴巴的, 叫, 阿, 他拔高语调, 叫妈, 我抬眸看他, 他又凶又冷, 几乎不对我笑, 可是这几个月来, 他从来没有打过我, 饿过我, 他的卧室门从未上过锁, 无论何时我都能打开那张, 他从未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 外出时只要带上姐姐, 也必定会带上我, 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不管我走得快或慢, 一回头, 他一定会在我身后, 他很好, 我是怕, 我不配回忆分涌, 我猴头哽咽, 颤声轻呼, 妈妈, 养母眼眶里都是血丝, 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 说过多少次,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以后记住了吗? 眼泪被拍落, 磕磕砸落地面, 我重重点头, 我记住了, 我一会给你请假, 你收拾一下自己的行李吧, 我心内一个鸽灯, 养母弯我一眼, 他们都已经知道你住哪儿, 保不齐下次还来, 为了你这一生妈, 我可亏待了, 他雷厉风行, 当晚我们就搬到小叔一处空置的房子里, 小沈已经提前把房子简单拾多了一下, 夏日雷雨说来就来, 在黄昏狠狠拍打着窗户, 雨天路滑, 马路上的桑塔纳行驶缓慢, 大雨冲散着夏日的入热, 让万物变得温柔, 小沈拉着我的手笑咪咪, 小景长高变白了, 我给你买了新衣服, 过段时间给你, 正好下学期开学可以穿, 咱们以后住得近了, 你经常来小沈家玩, 说完她又说姐姐, 瑶瑶, 怎么不叫我呀, 我可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公主裙, 跟我们两个孩子闹完, 她跟养母抱怨小叔, 周海跑去什么艺术学院进修了, 还闹着要去当演员, 这都一大把年纪了, 他们周家的男人, 没一个靠谱的, 虽搬了家, 却只能等下学期再转学, 过了周末后, 我回学校, 同学们都对我指指点点, 原来她是被妈妈卖掉的, 得多招人讨厌, 才能被卖掉啊, 我家的狗生了小狗, 我妈妈都舍不得卖呢, 周瑶爸爸买了它也, 从来不来接送上学, 肯定也讨厌它, 我原本就被没有朋友, 如今更惨了, 走到哪里都像是瘟疫, 同学们避之不及, 好不容易挨到放学, 我背着书包, 迫不及待要逃离, 一路跑到校门口, 听到一道熟悉的声线, 小锦, 雨后出情, 夕阳如碎金, 洒落在湖面, 养父靠着摩托车, 站在一棵开满白花的玉兰树下, 他的手上提着一串巨大的风铃, 是用五颜六色的石头磨成件一样形状穿制而成, 风一吹, 松树上的花瓣洒落, 石头撞击, 发出清脆的声响, 像是来自天堂的乐章, 他晃动着手里的风铃, 小锦, 这是我答应你的礼物, 放学的校门口正是人多, 养父如此招摇, 吸引了很多视线, 他灿烂笑着, 指着摩托车头吊着的一大串七彩的棒棒糖, 我是小锦的爸爸, 你们都是他朋友吗? 如果是的话, 可以来拿一个糖吃哟。 同学们迟疑了下, 有胆大的过来, 取了糖果后又要求看风铃, 养父笑咪咪, 这是我送给小锦的, 你问问他愿意吗? 我点点头, 很快, 我被一群人围住, 有些我甚至都不认识, 他们羡慕不止, 这风铃好酷啊, 这是魔法之剑吗? 你爸对你可真好, 不知过了多久, 姐姐也放学了, 他拉着脸过来, 白手驱赶, 行了行了, 下回再看, 我们得回家了, 人流散尽, 车上挂的棒棒糖, 早就被取光, 养父从兜里魔法一般, 又变出两个大的, 递给我和姐姐, 还好我留了一手, 坐好了, 我们要出发了, 养父坐前面, 我坐中间, 姐姐坐最后, 摩托车轰鸣, 激起纷纷扬扬白色花瓣, 纷纷扬扬洒落, 我抱着养父, 问, 爸, 你还没回过家吗? 车尾巴上, 还挂着他的行李, 下风送来养父, 有些气愤的话语, 回去了, 家里没人, 都被搬空了, 我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呢, 到了新家后, 养父抱怨养母搬家, 也不打个招呼, 养母举着锅铲, 就冲出厨房, 我怎么跟你打招呼, 我联系得上你吗? 你知不知道, 我头发被拽散了, 我还被人打了一巴掌, 泪水在养母的眼眶里打转转, 她回身往厨房走, 我要你个男人有何用? 养父正了下, 满脸愧疚, 她不顾养母的反对, 死皮赖脸贴上去, 两人前后绞进了厨房, 厨房门被锁上了, 我有点急, 姐姐, 爸爸妈妈不会打起来吧? 她一把拽住我, 吃笑, 别管他们, 我爸嘴甜着呢, 我妈蠢得要死, 一会肯定又被哄住了, 周瑶比我大四岁, 那会大概正是叛逆期吧, 主打一个看谁谁不爽, 见谁谁蠢货, 她开了大肚子踩电, 看得气定神闲, 我闻着厨房里烧焦的饭菜如做针毡,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 门总算开了, 养母面色驮红, 双眸里似乎还含着泪, 用锅铲把对着养父一顿敲, 赶紧去洗澡, 身上都能搓下来三斤泥, 养父嬉皮笑脸, 就去就去, 夫人的话无感不从, 姐姐翻了个白眼, 嘀嘀咕咕, 我就说不用急, 她巧舌如簧, 养父经过客厅, 顺手关了电视, 板着脸, 作业做完了吗? 就在这看电视, 这年过年, 我穿着崭新的外套和红色运动鞋, 带着养母给我买的电子手表, 收到了许多压岁钱, 爷爷奶奶, 小叔小沈, 姑姑姑父, 外公外婆, 舅舅舅妈, 姨妈姨父每个人都给了我五十, 对我来说是巨款了, 以前在乡下, 我是没有压碎钱的, 就算亲戚给了, 只是做做样子, 很快就要上交给生母, 可现在, 他们给我和姐姐一人一份, 晚上回家, 我把钱交给养母, 她瞪我一眼, 你给我干嘛? 自己的钱自己收着, 我可不帮你保管, 到时候弄丢了我, 还得陪你。 周瑶带我去买了一个, 只能进不能出的存钱罐, 我把所有的压碎钱都存了进去, 她神情严肃, 你把钱都存进去了, 万一要买点东西怎么办? 我有吃有喝, 我不需要买东西, 周瑶吃我, 瞧你那小家子气, 除了吃喝, 我们还可以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贴纸, 明信片, 发卡漂亮的笔, 还有小说什么的。 她从口袋里掏出钱, 犹豫了半天, 无比肉疼地抽出一张五十地给我。 这个是我给你的压碎钱, 拿去画。 窗外白雪矮矮, 屋内却很暖意融融, 我仰起头看周瑶, 眼眶不由自主如师。 姐, 你真好。 周瑶一跳三丈高, 嫌弃无比, 你一个男孩子整天哭, 好恶心的吧? 我有些不好意思, 以前从没有人对我这么好。 她撇撇嘴, 神色不自然, 你别哭了, 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爱都分你, 分你一半, 人哪, 就是很贪心。 从前我觉得一点点的爱, 就足够我活下去。 现在我却盼着, 以后的每一天, 都是跟今天一样美的梦境。 这年, 养父在家一直待到三月底, 公园里的杏花开了, 她骑着自行车, 养母协坐在车后坐, 揽住她的腰, 春末的风卷起养母的浅色风衣, 露出里面碎花裙的裙摆。 三月的阳光落满她一身, 为她眼角眉梢都涂上温柔的颜色。 她真美, 比电视剧里下凡的七仙女还要美。 骑了两圈后, 养父停了下来, 她喘着粗气, 微笑着, 现在小灵通好火呀。 我也准备买一个, 以后无论我在哪, 你都能随时联系上我。 养母的笑凝在脸上, 问, 你又要走? 待在家里会要了你的命吗? 养父还是走了, 或许她前世是一只信天翁。 这种鸟只在寻求配偶和抚养幼崽时落地, 其余时间一直飞翔在天空, 漂泊, 一直在路上才是养父的宿命。 日子就这样过了几年, 周遥上高中了, 她本来成绩不错的, 但中考发挥失常, 没考上最好的高中。 养母急得落了泪, 养父在电话里却相对淡然, 学习很重要, 但最重要的还是做人。 高中还有三年, 不要急嘛。 养母所在的国企业绩不好, 已经前后有三批职工下岗。 每年冬夏, 我和姐姐总是容易生病。 养母得带着我们上医院, 盯着我们吃药, 夜里起来给我们盖被子, 有时养母想给养父打电话, 但小灵通信号总是不好。 那时, 网络论坛开始发展, 养父长得帅, 日常在流浪, 又有艺术气质。 她出圈了, 很多人追随她流浪的脚步, 就为了能与她有艺术上的交集。 还有很多年轻姑娘会在论坛里晒出跟养父的合照。 养父赚的钱越来越多, 她几乎全部都交给养母。 可养母越来越不爱笑了。 她有时候开着电视, 躺在沙发上发呆, 半夜两三点也不睡。 以前她只要出门, 必定会好好收拾一番。 现在, 她连宝石霜都不擦。 那是一个平常至极的八月天傍晚。 天很热, 窗外飘来西瓜的清香。 养母给姐姐二十块钱, 让她去街对面的水果店买个西瓜。 姐姐下去没多久, 她打开临街的窗户, 喊道, 再带一瓶酱油。 姐姐停下脚步, 四地亮起的路灯将她包裹。 她站在温柔的光芒里, 微笑回头喊道, 听到了。 也就是这一瞬, 一辆失控的僧塔奈冲过来, 直直撞在姐姐身上。 那一刻, 天地都失去颜色, 耳朵隆隆作响。 大约五秒的停顿后, 养母发出撕心裂肺的一声尖叫, 风一般地往外冲去。 她整个人在颤抖, 鞋子都没穿, 理智尽失。 姐姐浑身是鞋躺在地上, 我头脑空白, 一度失去心跳。 可我已经十二岁, 养母乱了, 我就必须稳住。 我先打了120, 然后再给住得进的小叔小沈打电话。 医院隔得进, 救护车来得很快, 姐姐被推进急救室。 养母一直在哭, 深深自责, 我不喊那一声就好了, 我不喊他, 他就往前走了。 小叔掏出诺基亚, 哥还不知道吧, 我给他打个电话。 电话通后, 小叔将手机递给养母。 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生, 周老师在洗澡呢? 你有事吗? 我一会转告他。 踏踏, 手机从养母的手上掉落, 他轻轻笑了。 越笑越大声, 我很害怕, 挪过去抱住他。 他将头枕在我肩上, 眼泪如涨潮的海水, 很快将我的肩头湿透。 那一刻, 我深深理解了养母的恐惧和无助。 我一直以为他是大人, 坚强勇敢, 无所不能。 可其实, 他骨子里也住着, 需要呵护, 需要依赖的小女孩。 手术室的灯一直亮着。 每一秒, 我与养母都在油锅里煎熬。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 如果老天非要带走一个人, 那就带走我吧。 过去几年, 我过得很幸福。 我获得以前从未得到的爱, 我不遗憾的。 也不知过了多久, 天边泛起了鱼堵白, 一个跌跌撞撞的人影出现在走廊尽头。 是养父。 他冲过来看了一眼手术式的红灯, 然后红着眼紧紧抱住养母, 声音又抖又哑。 对不起, 帆帆, 我回来得晚了。 没事的, 小瑶一定会没事。 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好好的, 你别害怕。 养母执意推开了他。 他平静得像是暴风雨暴发前的海面, 一字一句分外清晰, 终明远。 我们离婚吧, 我们早该离了。 养母碎碎念着, 小瑶能扛过去, 她肯定能扛过去, 她会没事的, 她是一定要跟我的。 说着, 她朝我看来, 置于小锦。 我的心如同一张崩到极致的弓。 然后, 我听到她长叹一声, 如果她愿意, 也可以跟着我。 那根弦缓缓松开, 我的眼眶蓄满了眼泪。 原来不是所有人都跟生母一样。 原来这世上会有人, 宁愿独自咬牙吃尽百般苦, 也要将我带在身边。 我紧紧捏着拳头, 不让眼泪落下。 轻轻说, 妈, 如果你们离婚, 我还是跟着爸爸。 养母神色复杂, 沈笑道, 也是, 你是她带回来的, 自然跟她亲近。 我拼命摇头, 不是的, 妈妈。 我是男孩子, 我可以照顾好自己, 不想给你增加负担。 我希望你轻松开心一点。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我唯一的妈妈。 我绷紧身体, 等我以后长大赚钱了, 一定会对你和姐姐好。 你跟爸爸离婚后, 我还能继续当你的孩子吗? 只要能一个月, 不, 半年让我见一次, 你就可以。 养母嘴唇轻颤, 别过头去。 用袖子狠狠擦了一把脸, 养父红着眼上前, 一言不发地抱住养母。 不管养母怎么打她抠她, 她就是不动。 如此闹了好一会, 养母突然像是彻底崩溃一般, 嚎啕大哭。 第一抹朝霞悄悄点亮东方的天空, 养母崩溃地哭泣, 在长长的走廊反复回荡。 是宣泄, 又像是找不到出口的困兽在哀鸣。 老天眷顾, 手术很顺利。 但医生说, 后续的恢复期会很漫长, 如果不注意, 姐姐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 养父认真解释了 电话里的那个女人。 那天, 他们一群人目天席地聚会, 结果遇到暴雨。 艺术家们骨子里大多疯疯癫癫。 他们在大雨里奔跑, 嬉闹, 弄湿一身后去河边洗澡。 其中有位画家的小女友 帮他们看着行李, 接了那个电话。 养父还给大家看了 当时拍的一些照片。 养母神色淡淡的, 这只是个导火索, 我要跟你离婚, 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 她跟养父分房睡了, 亲朋们纷纷来劝, 说姐姐目前这个情况 不适合提离婚。 但姐姐不这么想。 出院回家后的第一顿晚饭, 她在餐桌上 当着养父的面说, 妈妈, 你不用顾及我。 如果你想离婚, 我支持你, 我跟着你。 那天, 养父只吃了两口饭 就落了筷子。 我下楼丢垃圾时, 看到她坐在花坛边抽烟。 路灯的光芒如此昏沉, 却运不凭她眉心 和眼角的皱纹。 她在阴晕的烟雾里 朝我看来, 牟底似乎凝聚着秋日哀伤的浓雾。 小锦, 我对你和姐姐不好吗? 你们怎么都不要我? 你很好, 爸爸。 你总是给我们很多惊喜, 让同学都羡慕我。 无论我想要的东西多贵, 你都舍得买给我。 可我不能随时召唤你, 我肚子饿时, 我生病时, 我题目不会写时, 下大雨, 我忘记带伞时。 只有妈妈一直会在。 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瞬间吧。 需要一个坚实的后盾和依靠。 一旦我们自己熬过了那艰难的一刻, 后续再多的关心, 再厚的弥补。 也是枉然。 养母她一定有过很多很多次这样 靠自己挺过去的瞬间吧。 养父神色震动, 若有所思。 姐姐的身体不宜去学校, 养母给她找了好几个家教。 但高中课业紧, 她还是难以跟上进度。 养母的单位再次裁员, 这一次她没有躲过。 养父宽慰她家里不差钱, 正好借此机会休息。 可养母却更加低落。 洗手间的垃圾桶里, 每天都可以看到大把大把的头发。 初一的期中考试后, 养母去参加我的家长会。 结束时, 外面下起了大暴雨, 家长和学生们都堆在教学楼门口的过道里。 没有屋檐的走廊, 挡不住风雨, 暴雨被狂风拍散, 短短一分钟, 我浑身都湿了。 家长们叽叽喳喳, 就在这时, 有人喊了一声, 周锦妈妈, 你的头发。 一时间, 众人纷纷看了过来。 养母的假发被狂风卷走, 原本的头皮暴露出来, 被湿透的稀疏头发, 盖不住头上大片大片的斑秃。 过度震惊, 我一时嘴巴都合不拢。 养母极为爱惜她的一头黑发。 到底是什么时候 她们变成了这样? 是的, 一切早有征兆, 是我没有用心关注。 我真该死呀! 漫天的暴雨, 掩不住那些学生和家长的窃窃私语。 养母神色惊恐, 追到雨里, 我回过神, 赶紧跟上去。 青石板的地面湿滑, 她摔了一跤, 却顾不上痛, 捡起那顶湿漉漉的, 滴答着泥水的头发, 手忙脚乱往自己头上套。 我的眼泪哗哗涌出, 握住她的手腕, 告诉她,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可她如同着了魔, 就在此时, 一把写着青岛啤酒的巨大绿伞, 撑在我们头顶。 狂风暴雨之中, 养父用两条腿和身体, 紧紧夹住那把伞, 为我们撑开一方无语的天空。 她朝我们挑眉, 我找楼下烧烤电界的, 厉害吧? 如今在想, 其实有个词很适合养父, 中年显眼包。 养母也挣住了, 养父还有更显眼的。 她单手护伞, 另外一只手一拽。 她那一头骚气的, 自来卷起耳头发, 竟然刷得一下掉了, 露出一个光溜溜的头。 她嘴角弯着笑, 眼底聚满爱的诗意, 翻翻, 没事, 咱不戴假发了。 我是光头照样帅, 你头发掉光, 在我眼里也照样是最美。 养母已经精精地说不出话了。 养父朝着看热闹的同学, 笑着招招手, 见笑了, 我跟我家夫人是情侣头。 这几年最流行者, 情侣衣, 情侣鞋, 情侣头。 养母脸已经红透了, 也顾不上假发了, 拽着养父, 赶紧回家吧, 别丢人了。 流行的是情侣头像, 不是情侣光头。 养父居中撑着硕大的伞, 我跟养母一左一右站在她身侧。 暴雨狠狠拍打着伞面, 却击不穿这道爱的防线。 走出一小段后, 我回头, 看到养父和养母的假发, 被汇聚的雨水一路冲, 冲进了花丛旁的水沟之中。 到了家, 姐姐让养父母先上楼, 她带我去小超市买点东西。 回家后, 我们钻进姐姐房间, 锁好门后一阵倒过。 养母敲了第三次门后, 我把门打开, 朝她大声喊, Surprise! 我找楼下理发店借了个推子, 跟姐姐一起把自己理成了光头。 养母极度震惊, 指着我们半天说不出话。 妈妈, 我变成光头了, 还是你女儿吗? 养母含泪摸姐姐的头, 当然是。 所以, 你头发全掉光了, 也依然这是上我最爱的妈妈。 在我和小锦眼里, 你永远是最漂亮的妈妈。 养母擦了擦眼泪, 冰着周瑶, 你是女孩子, 这头发剃光了得很长时间, 才能长起来。 还有小锦, 天天要去学校, 到时候老师还不知道会怎么骂。 养父听到动静过来了, 看到我们后, 打了个响指, 哇, 小锦你好酷。 你肯定是全校最帅的哥。 可惜小瑶你最近不出门, 不然得惊呆你那些同学。 养母狠狠撑她, 你闭嘴吧, 别跟你学得没个正行。 养父上前, 抱住她, 恰恰相反, 我觉得他们现在很好。 范范, 是你把他们教得这么好。 这些年辛苦你了, 以后这种蛋, 就交给我, 好吗? 那一瞬, 养母的泪滂沱而下。 她把脸别到一侧, 无声地乌咽着。 养父将我拉过去, 姐姐也用屁股蹭蹭蹭过来。 我们一家四口紧紧抱在一起, 外面的狂风暴雨还在继续, 可我知道, 在我们家下了几个月的雨, 已经停了。 抱头痛哭好一会, 养父搂着养母进了房间。 我则开着门, 在姐姐房间写作业, 没一会, 听到暴雨里夹杂着奇怪的声音。 我竖起耳朵, 好像是妈妈在哭, 我去看看。 周瑶一把拽住我, 看什么, 写你的作业吧。 可是妈妈, 她哭有爸爸在呢, 你先告诉我, 这题你为什么错了。 粗心大意, 以后考试要吃亏。 你凭什么说我, 你自己错题比我还多? 周瑶, 这是你跟姐姐说话的态度。 我朝她挑眉, 你现在打不到我, 不趁现在报仇, 更待何时。 周瑶气得半死, 你等着。 小光头, 等我腿好了, 看我不揍死你。 那天夜里三点, 我起来上厕所, 发现养父还在一楼的工作室画画, 在那个风雨飘摇, 情绪大起大落的夜, 她画出了她整个生涯里 评价最高的作品, 短发。 我第二天起床上学时, 养母还没起来, 养父偷偷塞给我十块钱, 你妈昨天累了, 你拿着钱去外面买吃的, 就跟你妈说, 我给你煮的面。 养母嫌外面的吃食不干净, 平时我都是在家吃的。 我顶着光头去学校, 果然成了全校最亮的仔。 教导主任找我谈话, 听完我的一番陈述后, 感动得眼泪哗哗。 就不让你做检讨了, 以后戴个帽子上学吧。 我趁热打铁, 老师, 那你能把我的游戏机还我吗? 那是用妈妈给的零花钱买的。 呜, 教导主任眼泪瞬间收住, 瞪我一眼, 想得倒挺美。 上次的检讨书看来不够深刻, 再写一份。 嗯,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养父带养母去看医生。 医生说, 养母是精神压力太大, 才会导致的班突。 一定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态。 那些日子, 他们感情好得很, 养母也不再戴假发, 别人如果问起, 她能大方回答。 那次她带我们逛超市, 问, 你有什么想买的? 妈今天都满足你。 我有点不好意思, 半天没说出口。 养母急了, 说呀, 大男人扭扭捏捏, 看我买不买得起。 我于是说了, 妈, 我能换回以前用的 儿童草莓喂牙膏吗? 大人用的牙膏, 味道怪怪的。 养母惊呆了, 但还是买了。 并且郑重申明, 用完这一管, 你必须要换成人药膏了。 姐姐的身体 似乎也熬过了一个节点, 恢复速度大大加快。 立冬后, 她去医院复查, 医生说她目前的情况 可以去上学了。 但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 养母文笔不错, 平日里也爱看书、 看电影这些。 当初她与养父 就是因为共同的爱好, 精神的共鸣, 才走到一起的。 养父推荐她 去一家平台上写影评书评。 虽然稿费不多, 但养母文化底蕴深厚, 娓娓道来, 收获了一波粉丝和朋友。 她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姐姐复课后, 比从前努力专心, 成绩稳步向上。 和谐的日子过了一年多, 我几乎以为 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直到那个寻常至极的中午, 下课灵异响, 我跟着同学们 像是出篮的牛仔一样 冲向食堂。 年少的我们, 身体仿佛是无底洞, 总是很容易饿, 去得早, 才能打到自己喜欢的菜, 才能尽快吃上饭。 总算轮到我, 我伸长脖子 对着低头的打菜阿姨 甜甜开口。 阿姨, 我想要一份糖醋排骨, 能多给我几块排骨吗? 阿姨抬起头, 我看到那张脸后 几乎握不住手里的饭盒。 她穿着统一的工作服, 脊背微微弯着, 眼角爬满秘密的皱纹。 她比噩梦里的模样 老了许多, 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她。 我的生母, 生母也呆住了。 冷了好几秒后, 她试探性地开口, 二狗, 你是二狗。 她握着菜勺的手 微微发抖, 眼泪在她浑浊的眼眶里 打着转转。 二狗,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你妈呀。 我定在原地, 浑身冰冷。 一年及时遭遇的那些议论, 潮水一般往我耳朵里涌。 她是有多不招人喜欢, 亲妈居然把她卖了。 我家的小狗, 我妈都不舍得卖呢。 生母激动地从窗口伸出手, 一把握住我的手腕, 老天有眼, 二狗, 妈妈总算找到你了。 妈妈错了, 以后我一定会全力护着你, 你跟我回家吧。 身后排队的人在催促。 到底打不打菜呀? 我猛然行转, 一把甩开她的手, 一字一句道, 阿姨, 麻烦一份糖醋排骨, 谢谢。 生母眼泪汪汪, 神色正正。 我加大音量, 一份糖醋排骨。 食堂领导上前, 训道, 愣着干嘛, 学生等着呢? 生母这才擦了眼泪。 她给我打了满满一勺排骨, 但挑见领导拉长的脸, 又把排骨抖落一半。 真的很好笑, 连几块排骨都不敢多给我, 居然敢大言不惭说会全力护着我。 我没承认, 生母不肯放弃。 放学时等躲在走廊柱子后, 我经过时她一把拽住我, 一把鼻涕, 一把泪得哭。 二狗, 妈妈当初也是不得已。 妈妈不是故意要将你送人的, 这些年, 妈妈天天晚上做梦梦见你求我, 别把你送走。 现在我能找到你, 是天意, 天意。 她嗓门很大, 同学们窃窃私语, 这打饭的阿姨是周锦他妈。 他爸不是画家, 妈妈是影评人吗? 原来她是收养的呀。 生母一把鼻涕一把泪, 二狗, 妈妈给你跪下, 你原谅妈妈, 跟妈妈回家好吗? 说着, 她屈膝就要跪下, 我那时还不到十五岁呢。 养父母把我保护得很好, 好到我忘记人性本来有很多丑陋, 好到我一时应付不了这样的阵仗。 我又气又委屈, 红着脸朝她吼, 我不会跟你回去, 我永远不会跟你回去,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我像是被迫表演的吼, 他们会怎么说我呢? 贤贫爱富, 数典忘祖, 没良心, 白眼狼, 生母膝行着来拽我衣袖, 正是不知所措, 教导主任冲出来, 她二话不说, 拉着我一起扑通跪了下来, 她朝着生母作医, 大姐, 我给你跪下了, 这里是学校, 现在是放学时间, 你不要在这闹好吗? 我回过神来, 一字一句, 我不是你儿子, 以后别乱叫, 不然我告你们买卖儿童, 养母眼珠子转动着, 低声道, 我们咨询过了, 你养父母那里没有证据的, 告不了我们的, 我脑子都要气炸了, 木火在我体内焚烧, 我气得推了她一把, 无耻, 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无耻的人啊? 生母摔了个四仰八叉, 保安这时也赶了过来, 将生母带走了, 教导主任开车送我回家, 我进楼道时, 她叫住我, 用前所未有的温柔语气说, 周锦, 你是个好孩子, 错的是他们, 不是你, 那一刻, 我死死拧紧书包袋子, 才不至于嚎啕大哭, 是啊, 我什么都没做错, 为什么要一次次打破, 我平静幸福的生活, 生母闹出这么大动静, 食堂辞退了她, 可她并不放弃, 天天蹲点守在校门外, 我上体育课时, 她还会隔着围墙喊我名字, 比私生犯还可怕, 养父如林大敌, 天天接送我上学, 同学们大多数还是站在我这边的, 但少不得还是会偷偷议论, 毕竟这种事, 在学校也算大新闻了, 好在很快就放暑假了, 马上就要初三, 养母给我报了补习班, 这天她接我回来后, 发现养父不在家, 工作室里, 她最近用的画板也不见了, 手机也一直打不通, 养母将外面打包的烤鸭扔在餐桌上, 脸色一寸寸冷了, 她审笑一声, 我就不该报期望, 她那样的人就是没有脚的鸟, 这辈子都在飞, 只有死了才会落到地上, 难道养父又再次踏上旅途了吗? 我的心寸寸下坠, 周瑶的脸上也有藏不住的失望, 养母去厨房做饭, 没一会端出三碗面, 吃饭吧, 面条似乎没煮熟, 吃起来又硬又冷, 正是难过, 客厅门之嘎一声开了, 养父抱着画板进门, 称道, 吃饭也不等等我, 养母捏紧筷子, 冷嘲热讽, 我还以为你又去流浪了, 毕竟外面的狗屎都是香的, 养父扔下画板, 不顾她的拒绝, 抱着她的脸狠狠亲了一口, 瞎说, 哪有你的屎香? 养母狠狠弯她一眼, 养父清了清嗓子,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下学期我要去星城大学美术学院当老师了, 养父这些年名气很大, 兴大已经数次递过橄榄枝, 但她生性热爱自由, 岂会又鱼三尺讲台, 所以之前都拒绝了, 养母太过震惊, 养着头看她半天说不出话, 养父捏她的脸, 以后你可以摆师母的架子了, 养母嘴唇微颤, 眼眶渐渐红了, 明远, 这, 这会不会束缚了你? 养父哈哈一笑, 人这一生, 总是有舍有得, 我已经流浪得够久了, 以后, 就让我做江湖上的传说吧, 她一手抚着养母, 一手揉揉我的头, 和满脸不情愿的周瑶的头, 微笑着, 你们是我最爱的人, 这对我来说不是束缚, 是获得。 养父入职兴大后, 我和周瑶作为家属, 也转学到了兴大的附属中学, 这可是是重点, 很难考的。 对于我和正要进高三的姐姐来说, 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我恍然醒悟, 问养父, 爸, 你是为了让我摆脱生母他们, 才答应当老师的吗? 养父笑咪咪, 是啊, 你爸就是这么伟大。 我轻轻捏拳, 可是明明错的不是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让步? 养父拍拍我的头, 因为我跟你妈爱你, 不想拿你的前途, 你的未来是争一个对错。 等你成了大人就会知道, 短暂的让步, 才能有更广阔的空间。 不必与身无常物的人计较短长, 他们没什么东西好失去, 与他们相争, 无论输赢, 我们都是吃亏的。 如今回头想想, 养父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是他教会我倾听, 表达, 尊重, 还有豁达。 他是星大的老师, 我本可以直升高中部, 可养父养母那么好, 像是灿灿明日, 照亮我的人生, 我也当作一颗星, 纵使不能光芒万丈, 也要发出自己的光, 让他们能在灿灿银河里, 找到我, 然后指着我, 告诉旁人, 看, 那是我儿子。 这一年, 姐姐高三, 我初三,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我们, 也怕生母找到我们。 养父在新大附近新开的楼盘, 买了新房。 养母考了驾照, 方便能跟养父一起接送我和哥哥上下学, 还有上各种补习班。 重点初中的学习氛围, 比我之前的学校紧张太多。 每天不是在学校上课, 就是在机构补课, 又或者是上门一对衣授课。 我记得那是个春日的傍晚, 晚霞烧红了整片天空, 小区里的玉兰花都开了, 悠香浮动, 厨房里的油烟机嗡嗡作响, 养母不知又在准备什么好吃的。 我走神了, 一对医老师送刘珠姐姐敲了敲了桌子, 问,想什么呢? 在乡下, 这时候该种水稻了, 那年我五岁, 十分瘦小, 别家这么大的孩子, 一般是留在家里晒稻谷, 赶鸡, 我却是要夏天插秧, 一脚下去, 泥浆一路淹没至我的大腿, 勉强种完一排秧, 在拔腿拔出来时, 上面吸附着两个水稻, 它们黑漆漆软绵绵鼓囊囊, 紧紧扎在我腿里, 吓得我嗷嗷叫, 继父快步上前, 我以为他是要帮我拔掉水稻, 可他却一巴掌甩在我脸上, 怒道, 你好什么? 杀猪吗? 我被山倒在水田里, 泥浆往我眼睛里, 鼻孔里死命地钻, 窒息的感觉铺天盖地, 留珠姐姐浅浅笑了笑, 是啊, 我小时候最害怕田里的水稻, 记得我第一次夏天给舅舅舅妈帮忙, 就被两只水稻吸住, 吓得我尖叫, 舅妈急地扔了稻子, 就来给我拔, 根本拔不下来, 后来还是舅舅用打火机聊了几下, 才把它们弄掉, 啊, 我那次没死成, 妈妈将我从泥浆里拔出来, 继父不准我拔下水稻, 练练胆子, 这玩意有什么可怕的, 我拖着那两条水稻, 继续插秧, 不敢停, 更不敢哭, 那时, 小小的我, 竟然以为, 每个孩子都是会挨打的, 天下的父亲, 都是这样凶残的, 留珠姐姐深深瞧我一眼, 道, 其实我是被舅舅舅妈收养的, 他们很爱我, 所以我才要更努力, 等以后我有能力, 换我来爱他们, 小锦, 你也要加油, 是, 等我长大, 也要好好爱养父养母, 所以, 我必须要考个好大学, 找个好工作, 拥有向上的人生, 这一年昏天黑地,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周瑶迎头赶上, 擦边上了一所九八五, 我也凭着自己努力, 上了星大附中的分数线, 给周瑶办升学宴这天, 恰好是中考出成绩, 养母得知我的成绩后, 激动得眼泪汪汪, 这两个孩子都这么争气, 养父揽住她的肩膀, 是啊, 两个孩子都这么让人省心, 不然咱们再生一个, 养母神色顿时一变, 狠狠弯她一眼, 做梦, 你只管播种, 不管养活, 说得倒是轻巧, 你不知道我前些年, 养父姿牙, 一脸后悔, 得, 又不知得哄多久, 周瑶填了外地的大学, 人在天边, 鞭长莫及, 养父母的一腔爱意, 全部都倾泻在我身上, 补习班框框框给我夹, 鸡鸭鱼刷刷刷给我喂, 检查功课, 定期谈心, 旁敲侧击我有没有早恋, 我深刻感觉到了周瑶的好, 因为她叛逆, 幺蛾子多, 她在的时候, 养父母觉得我是个懂事的大宝贝, 其实这些年, 也会撞破邻里朋友的议论, 一个养子, 你们花那么多钱, 那么多心思做什么, 钱还是要留着, 培养自己的孩子, 上那么多补习班, 成绩也没大进步, 她亲生父母那样, 基因就不行, 还是少浪费点钱吧, 但养父母一如既往, 毫不动摇, 我想, 他们一定是老天爷专门派给我的, 心软的神吧, 那是漫长的三年, 又是如梭的三年, 高考如约而至, 检考老师在检查密封袋时, 我想到自己昨晚又做的那个梦, 我梦见生母继父还是找到了我, 我没有证据, 我告不了他们买卖儿童, 他们拽着我, 要把我拖回去, 要趴在我身上, 狠狠吸我的血, 我深吸一口气, 考完试, 我很快就成年了, 我一定要考个好大学, 我再也不需要监护人, 到时候, 天王老子来了, 也无法将我与养父母分开了, 出成绩那天, 养父还有最后一堂课, 推不掉, 必须上, 下午一点, 我跟养母就已经坐在电脑旁, 她几乎一分钟就刷新一次, 妈, 还没到时间呢? 她善善笑着, 闲着也是闲着吗? 不然你去休息, 我一会叫你, 养母有睡午觉的习惯, 我今天不困, 就这么一直刷着刷着, 网站突然能跳转了, 我输证件号激动得手一直抖, 还输错了一次, 急得养母汗珠滚落, 连练道, 你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 还不如我来, 好在很快就输对, 页面跳转, 我的分数显示了出来, 我与养母双手紧紧交握, 一时间竟说不出话, 就在这时, 手机响了, 接通后, 听到养父在那天说, 同学们, 今天我儿子出高考成绩, 我这会必须要打个电话问问, 耽误大家两分钟, 她快步走出教室, 迫不及待问, 小景考得怎么样, 分数查到了吗? 要你查到第一时间告诉我, 怎么没给我发短信? 我这课都没心思上了, 早知道撬了算了, 小景高中都毕业了, 这大学老师我可以不当了吧? 养母眼眶里激动得泪, 生生被她逼回去, 周明远, 你敢撂挑子试试? 我随口说说, 你快告诉我成绩。 养母笑中带泪, 看我一眼, 道, 考得还不错, 603分, 比一本线高75分, 应该能上个不错的211。 养父在那边大吼一声, 太好了, 我就知道他行。 那边远远传来一声询问, 周哥, 小师弟考上了吗? 必须的, 他可是我手把手教的。 学生们哄笑, 周哥, 你少吹牛。 你教画画还行, 文化课还是拉倒吧, 但大包天, 还想不想我捞你们了。 养母盯着手机发了几秒的呆, 笑了笑, 你爸开心的都忘了挂电话了。 他真像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 周瑶从外地也赶回来了, 给我带的当地特色小吃, 我拿到时还微微冒着热气。 我很感激, 你现在是考试周吧, 不用特意赶回来的。 他朝我翻白眼, 别太字多, 我就是想爸妈了。 但是晚上我们一家人出去庆祝, 他也喝了半杯红酒, 站在台阶上大着舌头拍着我的肩膀说, 小老弟, 你以后就是我一辈子的亲弟, 到外面抱姐的名字。 姐罩着你, 我真是哭笑不得, 我比你高一个头呢, 还罩着我, 我罩着你还差不多。 养母笑了, 瞧瞧你们, 有没有点姐弟呀。 餐厅外的院子里, 有一棵离子树, 上面挂满了绿中泛红的果子。 曾经, 我也是村里一棵离子树, 风吹日晒, 无人养护, 纵使结果。 也又苦又涩, 连虫子都嫌弃。 是养父将我带出深山, 嫁接在周家这棵大树桩上, 是养母不惜钱财, 不吝尽精力照顾。 苦涩的我, 才结出了甜蜜的果。 回去的路上, 养母在楼下水果店 买了一盒高价离子。 刚才看你盯着院子里的离子树, 是不是馋了? 现在还挺贵的, 买一盒尝尝鲜, 等过半个月大量上市, 咱可以天天买。 离子好酸, 酸得我眼睛都红了。 我矫情上了, 妈,谢谢你。 谢谢你当年愿意收留我, 谢谢你一直照顾我, 谢谢你放弃自己的人生, 成就了我。 我长大了, 我很快就成年了。 从今往后, 让我来做你的肩膀, 做你的后盾吧。 后继, 暑假我去做打工了, 做兼职工赚了三千块。 我给养父母订好了去云南的机票。 妈, 你跟爸一起去玩吧, 我会帮你看着姐姐的。 养母都乐了, 你帮我看着她。 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整得老气横秋的, 但他们还是去了。 从那一次开始, 养母和养父就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 他们一有时间就去旅游, 他们在古都看明圣古迹, 他们在淡季的古城享受悠闲生活, 他们在夏日的傍晚已在小山村里看火烧云, 他们在冬日的清晨不顾严寒, 在山顶等候日出。 养父是老师, 总还是有点束缚, 所以也会遇到她上完课回来, 养母已经收拾行囊在路上。 她忍不住在相亲相爱一家人抱怨, 你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 养母跳出来, 你当年不就这么对我的, 我是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我大学填的是本地的高校, 后来又考上了另一所985的研究生。 研究生期间, 养父母说生母又在寻我, 但我没理会。 后来我谈了恋爱, 双方开始商议结婚, 心里总是不踏实。 我想应该在婚前 把这件事解决掉, 免得妻子以后 要受这些事情的烦扰, 于是决定跟生母见一面, 把事情都说清楚。 见面前夜, 养父递给我一张纸, 本来想着他们 要是再也不找你, 这件事就不告诉你了。 如今你收着, 当个底牌吧。 我约生母 在一家私密性 比较好的餐厅见面。 生母进包厢时 左看右看, 探道, 这里的饭菜 一定很贵吧? 浪费这钱干嘛? 继父哼哼着, 你倒是吃得好, 穿得好。 他们二十来岁的儿子 也跟过来了, 不到一米七的个子, 看上去至少一百六七十斤, 聊天中知道 他没考上大学。 高中毕业后 就出来工作, 不过眼高手低, 每份工作都干不长。 他翻看着菜单, 张口就来, 服务员, 给我们来三份鱼子酱, 黑松露蘑菇汤, 还有这个帝王蟹 来个大的。 服务员逆我一眼, 我淡淡道, 你点这么贵的菜, 一会可要自己买单。 他翻着白眼嘀咕, 不是挺有钱的吗? 这么扣。 生母用力拽了拽他, 示意他别说话。 他问起我如今的情况, 得知我准备要结婚后, 继父马上问, 那你买婚房了吧? 你弟在乡下一直娶不到老婆, 把你的婚房 先借给你弟弟结婚吧。 我看向生母, 他那那道, 就借给一年半载, 婚事半妥就还你。 你弟没学历, 在农村必须得早做打算。 你读了那么多书, 条件这么好, 就算没房子, 女娃也尚敢着想嫁给你吧。 我真的, 无言以对, 也懒得再虚语尾移, 今天我约你见面, 不是要认回你。 这辈子我只认养父养母是爸妈。 我们之间没有关系, 希望你们以后 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继父早就憋不住了, 此刻拍阿尔起, 指着我的鼻子大骂, 你个没良心的杂种。 老子养你三年, 都白养了。 你是你妈生的, 帮帮你亲弟弟怎么了? 我冷冷看他, 你当初卖了我的时候, 就该知道我们 以后再也没关系。 你们要是再纠缠不清, 我会去法院告你们, 说到做到。 小程笑了笑, 哥, 你说爸妈卖了你, 你可没证据啊。 那两千块, 你有收据吗? 继父大吼, 是啊, 你有证据吗? 真是无耻啊。 我深吸一口气, 从包里掏出一张复印件, 狠狠拍在桌上, 看看清楚。 那是一张手写的承诺书, 初中那会, 我以为是转学避过了生母的死缠烂打, 其实不是, 是养父给了五万块, 停息了这场纠缠。 这次他留了个心眼, 让养父母签了一份收了钱, 以后再也不来找我的承诺书。 这就是证据。 那时候我还未成年, 你们收了钱, 签了这个承诺书, 就是默认买卖子女。 我盯着小程冷笑, 没事多读点书, 别从网上随便查查, 就以为自己真的全都懂。 我站起来, 恶狠狠地盯着继父。 你如果再去打扰我爸妈, 再来找我, 我保证会告你们。 你们如果想这么一大把年纪, 还去牢里住几年, 我一定成全你们。 反正, 我恨你, 巴不得你不好过。 生父气得脸占红, 浑身抖。 抬手要来甩我巴掌, 却被我掀下手围墙, 一拳砸在他胸口。 他一个猎切, 差点摔倒。 我双目心红, 牟底全是恨意, 那会你打我吗? 这一拳是还你的。 你老了, 你打不过我, 更斗不过我。 如果不信邪, 大可再试试。 从餐厅出来, 看到养父母从车上下来。 我惊到, 你们怎么过来了? 养母瞪我一眼, 怕你处理不好, 我跟你爸好给你收拾烂摊子。 养父则要温柔许多, 你妈就是嘴硬, 我们是来给你撑腰的。 小锦, 任何时候, 爸爸妈妈都是你的后盾。 傍晚的星辰昏暗, 路灯亮起, 从脚下一直绵延到视线尽头。 我挽住妈养母的胳膊。 妈, 我成年了, 以后我来做你们后盾。 生母继父再也没来找过我, 但是生母隔断时间 会用陌生号码 给我发短信。 继父喝酒摔跤, 中风了, 走路只能挪小碎步, 再也提不起力气打人了。 小成一直无所成, 娶不到老婆, 还把继父看病的钱 偷走用来冲游戏。 生母问我, 二狗, 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呀?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她永远只想着依靠别人, 年轻时想找个男人依靠, 老了想找儿子依靠。 我想, 纵使我告诉她答案, 她除了继续哭, 自己悲惨, 不会做出任何改变。 所以, 我再度拉黑了她的电话。 哇, 我只想着她的电话,